感谢现场观众的掌声 谢谢大家 我们俩都是来自于杭州孝海相声会馆的演员 是 我叫李涛 是他 这是我的搭档周军 是我 您别看小哥俩一场合作啊 各方面都不太一样 哦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比如说先说我这搭档吧 我 周军 相声说得好 您捧我了 家里还有钱 你提这干嘛 家里面光车就买了五料 我喜欢车 有这个摩拜 OFO 哈喽 等我等我等我 小明 美团 我买五个共享单车呀 摆那多好看 买汽车呀 哎呀 知道 不就买了个小汽坎吗 每天开着那个小汽坎 什么叫小汽坎呀 坎 英语车 哦 小汽坎 顾名思义 小汽车 不是 踏就是小汽车 您还小汽卡 我爱这么说话 听说最近打算换一辆 打算换车了 打算换辆大巴斯 你这哪讲理 什么叫大巴斯呀 巴斯 公交车 大巴斯就是 大公交车 哎 您怎么老说话加英文呢 我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 我研究英语 您还研究英语 不光研究 还有研究成果呢 有什么研究成果呢 我现在看到什么 都能联想到英文 您这话可太大了 一点都不大 你随便提 您比如说 看到咱们 球英俊老师 我能现场给他起个英文名 您还能给他取英文名 球英俊 英文名是 Handsome 哦 英俊 还有咱们天津籍的一位相声演员叫赵金生 这英文名是 Born in天津 人叫金生就出生在天津 还有另外一位相声名家 牛群老师 您等会儿 按照您刚才那个翻译啊 是不是得叫 Boo 嗯 Boo 牛群 你得 加S 复数 你别瞎给人起名字 不 我怎么 我这不都起出来了吗 都怎么样 这是现代的 古人我也照样给起名字 古人也能取吗 你随便问 您比如说这个周瑜 Joy Joy 夏侯敦 Sheldon Juicy Juicy 路由 WiFi WiFi 不是吧 您这英语实在不怎么样 不是 我这 我 我最近精力都放在法语上了 怎么又改学法语了呢 不是 在法国丢人了 您丢什么人了 不是 你怎么还乐 你是爱听我丢人是吧 不是 不清楚这个事 你给我说一说 上个月去法国 住酒店吃早饭的时候啊 对面做个老头 吃饭之前很有礼貌地 跟我说了一句 Bon Appetit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跟您大伙说一下 Bon Appetit 法语 助你好胃口 但当时我不知道啊 不明白 我就想了 第一次见面 他在介绍自己 他也胡琢磨 我就跟他想 我说了 我叫李涛 你也介绍一回 第二天 你说怎么那么寸 他又坐我对面 他又跟我说了一句 Bon Appetit 又来一回 我知道我昨天早上搞错了 为什么呀 他法国人不能每顿饭钱 先介绍自己啊 对 那我没办法 还来这个吧 我叫李涛 又说了一遍 完了之后赶紧 跟国内会法语的朋友打电话 人家告诉我 Bon Appetit是法语 助你好胃口的意思 第三天早上 早上我到了那个餐厅 我不吃饭 干嘛呀 我等他 等他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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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来了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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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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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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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话呢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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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礼貌地跟他说了一句 Bon Appetit 老头也说话了 他说什么呢 我叫李涛 都误会了 我觉得 他们俩的那个声音 差别很大 然后那个又默契 我觉得就是差异越大越好 然后外形上 让人记忆力也很强 我原来没有头发的时候 就是特别会被人家给记住 我觉得李涛 我记住了 也祝你以后长出头发来 谢谢白老师